你看現在的人啊 能動不能進 他進不下來 一個進不下來的人 身體是絕對不會好的 我很少用絕對這兩個說 因為中原他多半是相對的 很少絕對 一個進不下來的人 你是對不起自己 你把自己糟蹋成那個樣子 隔壁有很多人你不跟他講話 專門打手機跟很遠的人講話 你看奇怪不覺得很 你跟他講幾句不好嗎 有沒有 來跟他講 現實面一概不同 然後天天在哪裡上網 認識的朋友不打理網 那些根本就沒有見過面 他感覺在約會 你看看 我們一定要正本青年 從小就要讓我們小孩知道 就算有錢 也要過節儉的生活 因為錢是隨時來隨時走的 它是流通的 我們現在要告訴小孩子 做人有幾個基本的東西 你是讓你能夠很泰然自主 當你小孩聽不懂這種話 你會告訴他 為難民過得很愉快的條件 第一個勤勞 從小就要勤勞 第二個節儉 第三個認真 第四個負責 大概夠了 大概夠了 你說這是老套啊 這是老掉了 那不然就老掉了 因為他是金啊 所謂金就是永遠不可以改變的東西 才叫金 我們今天的人常常要求新求變 其實這是害死之孫 害死之孫 中國人一定要兩句話講 有所變有所不變 他兩個同事要堅固 你現在只講到一篇求新求變 我希望各位了解 求新求變可怕在哪裡 可怕在小孩子聽到這句話以後 他有個觀念 叫做舊的都是不好的 新的才是好的 他一輩子就完了 他一輩子就完了 你看我們中的很避免去用這個新 我們很避免 因為新的不一定比舊的好 凡是常常創新 就表示你根本就沒有把握 才會常常創新 這是企業界應該要小心的 你還沒有成熟技術就拿出來的 你沒有改就叫創新 後來改又叫創新 就表示你根本就不成熟 一個很成熟的東西 他不需要這樣改 改了改這個嗎 你看我們手機 各不有不同的功能 這個我贊成 如果連那個插頭都不一樣的話 這就是要沒良心 這話我已經講了十年了 現在慢慢才做到說 好我們手機功能不一樣 但是那個插電充電的口要統一了 那當然要統一了 那變成要幹什麼 你製造多少垃圾 你製造多少垃圾 而且政經很多不方便 該變的才可以變 不該變的絕對不能變 這種話講出來不太容易了解 所以我們今天講得非常清楚 生活方式可以變 生活法則不能變 所以其實你也不用怕失眠 有很多人跟我講 他說他睡得很少 其實我都勸他不必介意 因為按照我們共同的生理需求 當你實在受不了的時候 你自然就睡著了 你還撐得住就表示你根本不用睡那麼多 也沒有說每一個人一天到晚 都是共同的要同一時間休息 同一時間睡覺也沒有 有人八小時才夠 有人六小時就夠了 你看拿破仑只睡三小時 各位不要相信 如果你說我會修拿破仑 我會睡三小時 那你會死得很快 因為拿破仑他睡三小時 他有一個補助的條件 就是他時時刻刻打瞌睡 那當然可以 他加起來可能九個小時 所以聽話要仔細聽 不要斷章起義 人有共同的部分 使得我們很容易彼此了解 但是人有很傷腦筋的 叫做個別差異 你看同胞兄弟 他父母是同一對 生下來他就是不一樣 他就是不一樣 因為這個父母他有很多DNA 你拿的爸爸這個部分DNA 你拿的媽媽那部分DNA 第二個拿的部分不一樣 組成的你自己DNA 還是不一樣 阮身兄弟 照理說應該一模一樣 也有很多地方不一樣 很多地方不一樣 那是個別差異 是使得我們情緒反應 會產生不同的主要的原因 何況 個性是很難改的 個性怎麼改 但是個性碰到環境 他會改變 環境一改變 個性又回來了 所以到底能不能改 答案又是說 有時候能改 有時候不能改 我希望各位了解 真正的答案其實都是講的 跟沒有講一樣 現在年輕人很難接受這樣 認為說你都不要講清楚 我希望各位了解 只要用中國話講道理 講清楚的幾乎都是偏的 都是有錯誤的 我這句話 是梁書銘教授講的 我把它附送一遍 任何事情 都有相當的道理 但是都不能夠強調 一旦強調 最後都是錯誤的 就是過於不及 所以什麼話講到差不多 你不能再講了 再講下去就錯了 因為再講下去就變一定了 一定就是很不可能的 我們常常強調一件事情 讀書最重要 這就是為什麼讀書最重要 身體最重要 為什麼身體最重要 那個罪子 其實都是很不可靠的 每一件事情有它方方面面的顧慮 你只看到一面 你只強調一面 不是過就是不急 那就不合理 不合理就是錯誤 你用這樣的角度來理解我們中華文化 你就可以知道 為什麼中國人講話老是含含糊糊 老是不很確定 老是講到哪裡他就不再講了 其實都是非常正確的表達方法 但是因為我們跟西方不一樣 所以你現在用西方的方法來看中國人 那當然一無是處 我們想辦法讓子女自己去改變 我們沒有辦法改變他 這是我們講過好多次的事情 小孩要報仇要報恩他自己決定 他本來是報仇的 他自己改變成報恩的也是他的事 他本來是要報恩的 結果一改變心意他要報仇 我們也拿他沒辦法 我們只能盡我們的心 盡我們的力 我們拿他一點辦法的力 我講的都是事實 各位不要太相信教育的力量 如果教育力量真的那麼大 那社會上沒有壞人 台灣曾經夢想過 當教育很普及 大家知識很開通的時候 社會越來越好 剛好相反 大學生越多 社會越亂 知識分子越多 社會越不太貧 因為他學了很多犯罪的技巧 他好的不學 專學這些東西 你拿他怎麼樣 台灣也曾經夢想過 當大家有錢了以後 人會很幸福 完全不是這麼回事 社會一有錢 問題就很嚴重 窮有窮的苦惱 有錢會有有錢的傷心的地方 很多事情沒有錢 你就沒有這些煩惱 一有錢煩惱一大堆 我們常常講 你要那一個人煩惱 你就送一百萬給他 他就開始煩惱了 我相信各位都聽過這個故事 樓上樓下 樓上那個富翁啊 整天愁眉哭脸 樓下那個小鞋匠 樓上坐鞋子唱歌啊 快樂都不得了 這個富翁又想又不對啊 你那麼窮 這麼快樂 我只以為這麼有錢 我這麼辛苦 就很抱怨啊 這樣人生沒有意思嘛 人家就告訴他 你想快樂是不是 你就讓你底下痛苦 你就快樂了嘛 他說我怎麼做得到 你就把你財商交給他 也不要多一百萬給他 他唱歌都唱不出來 他說真的 你試試看他 把第二天就送一百萬給他底下 從此底下不唱歌 天天上腦筋 這一百萬要怎麼辦 要做做什麼 他就很樂啊 很高興 你要害一個人苦惱 你去送他錢就好了 錢帶來很多方便 錢帶來很多苦惱 我們都是經過這樣走過來 你看歐洲越是幸福的國家 又是社會福利好的國家 年輕人 自殺力也高 他活得沒有意識嘛 他活得沒有價值嘛 就自殺了 人不是單方面的 人是多方向的 不要老叫牛舊尖 外一個地方去想 我們對小孩最好的辦法 既來自則安置 既然生在我們家 不管他長得醜 不管他是男的女的 不管他是報恩來的 他是報仇來的 不管他家內會怎麼樣 沒有關係 既來自好好安他 是他合理的成長 什麼事都沒有 想不完 計較不了 掌握不住的 這才是事實 教育是有限的 功能 他是非常受限制的 不要太過相信教育 否則的話 人類已經很幸福了 因為哪個國家不重視教育 沒有一個國家不重視教育 越有知識 各種亂七八的發漲越多 而不是越來越平靜 不是 你看到農村 那些人都沒有什麼知識 其實他們生活很簡卜 他們思想很單純 他們生活很愉快 就是窮一點而已 他們除了窮 其他都很快呢 我們除了有錢 其他一無所有 那到底是有價值 都市裡面人除了有一點點錢以外 其他真的一無所有 值得嗎 不值得 所以怎麼樣去對待你的子女 我相信今天這樣一分析啊 我們不說你要走哪條路 我們沒有權利這樣講 我們是提供這些信息 讓你自己判斷 讓你自己選擇 你到底要走哪條路 我們尊重各位的選擇 人類已經開始了 全世界都知道 這一波的人類 特別是21世紀 跟以前20個世紀的人類 都是截然不同的 我們一定要有意識的來改變這個宇宙 而不能聽天由命 不能 過去的人類 他仲在繁殖 他仲在生存 現在不一樣 因為過去的生活條件實在太差 人類的科技不足以解決我們的問題 所以我們以前都是戒慎恐懼 然後能夠求生變成第一要求 現在不是 現在各位一定要記住 我們要過的日子 是要提升自我的價值 提升自我價值的第一步 我說出來各位會嚇一跳 就是少抽煙 你看全世界以前都抽煙 很少人不抽煙 但是現在你去看看 越來抽煙的人口 越少 尤其在冷氣房裡面 你沒有權利抽煙 因為在一個密閉的空間 它的空氣是不停在這裡轉的 它根本就出不去的 人類應該打開窗子過生活 但是現在我們為了舒適 其實不是為了好啊 我們也用好字 你會發現我們人類的適應能力越來越差 你看以前我們沒有電風扇 我們照樣過日子 以前我們沒有冷氣 我們照樣過日子 現在有了電風扇上來不行 有了冷氣也不行 人類的彈性越來越小 人類的適應能力越來越差 我們是退步 不是進步 以前你把中國人隨便丟在那裡 他都活得下去 現在開始有條件了 這個不對 哪個不對 這個我吃不下 哪個我不要 你變成有條件的生存 我們本來是無條件的生存 現在越來越糟糕 這樣一來 我們面臨了幾個危機 第一個 我們對石油非常依奈 但是石油快要用完了 為什麼石油一直漲價 這次如果不是在新墨西郭灣 又發現一大片油田的話 我們今天已經完蛋了 但是石油畢竟是有限的 以前我們沒有石油 照樣可以過日子 沒有電燈點蠟燭 沒有電梯走下來 現在 你為什麼不回家 我怎麼回家 為什麼不能回家 我家在33樓 爬到上去就下不來了 以前了不起五樓六樓嘛 現在多不多33樓 那你爬上去你下得了才怪 以前沒有電我們不在乎 現在沒有電 我們就活不下去 你慢慢去發現人類的能量 到底是越來越強還是越來越弱 我們生活能力越來越差 我在美國的時候碰到停電 那才妙呢 因為美國人都是一個禮拜上街買一次東西 所以他的冰箱都非常大 家裡甚至有兩個大冰箱 裡面塞滿了東西 一旦停電完了 全部臭了 全部壞了 你找誰啊 我們這裡一停電 要吃的照樣買得到 你那邊一停電 什麼地方都停電了 你到那去買家裡東西又壞了 你怎麼過日子 所以只好去買乾冰 買乾冰回來保持一段時間 也沒有辦法 我們這裡只要碰到什麼災難啊 停電 那個電力公司都是最快時間把你搶救過來的 美國沒有 我在美國好幾次碰到 颱風還沒有來 他先停電 他先停在哪裡 一停電你打電話去說怎麼停電 他說幾百萬人都停電 也不是你家停電 你急什麼 他可以這樣跟你講嗎 不像中國 大家然後把美國想像得好像很美 其實你去過個日子看看 人類要尊重自然 我已經講過 越有能力改造自然的人 越需要尊重自然 你要順應自然的法則去創造 中英國人 人家送你重禮 你可以拒絕 人家送你那個平常的禮物 或者你必須要的用品 你再拒絕的 那就過分的 給人家沒有面子 何況是曹操 我借 雲長所穿 战袍已舊 按照雲長的身材 取一錦 做战袍一領相贈 這種情況之下 他一定要接受 接受以後 放在那裡 擱在那裡不穿 那也是給曹操一個難堪 說你送我 我收了 我不穿 你怎麼樣 那也不對 所以他就穿了 他一穿了 曹操就很高興 有面子 可是 人家就會批評他 有了新的 就換了舊的 你老早已經把 劉備 不曉得換到哪裡去了 我看你啊 隔不了多久 你就心向曹操了 那不糟糕了 所以他就把 劉備給他的舊袍子 穿在 曹操給他的新袍子的外面 這樣兩全其美 曹操當時覺得很奇怪 雲長 何故這般節儉 非我節儉 舊跑 乃劉皇叔 所賜 穿之如見兄面 關某 其敢以丞相之心賜 而望兄長之舊賜 這種話你怎麼傳 大家都是傳為美壇的 我覺得 關羽雖然是個武將 但是因為他從小就喜歡讀書 特別是讀春秋這本書 春秋就是講是非 把人世間的對跟錯 分析的那個道理很透徹 所以他腦筋是非常清楚的 那西方人他是沒有這些觀念 你看西方的書裡面沒有本講 福氣的 沒有 他就講你要努力 努力是很辛苦的 你看我為了福氣而努力 我不會覺得辛苦 沒有福氣的觀念 為了努力而努力 我覺得很累 你看有的父母 他為了子女 他累得到最後 真的累死了 就是他不懂得什麼叫福氣 才會累死 他老覺得我在賺錢 我來賺錢 所以就死了 如果他覺得這不是 這個跟錢不錢沒有關係 所以有人老覺得說中國人不講真話 其實錯了 是他心裡頭不會想而已 你一天到晚想錢 你是永遠賺不到錢的 各位可以去試 人家不想錢的人 他錢隨時都進來 我們只想我在 替人家做事 我就覺得很累 我們在想 我就是在替我自己做事 替我什麼替我造福 不到我哪裡有福呢 我有這個機會 這是很難得 我要好好做 你會累嗎 我不曉得累到哪裡去 當你想累的時候你就很累 當你想不累的時候你就真的不累了 這不叫心想事成 那什麼叫心想事成 我們現在不是 偏偏往牛角尖裡面去鑽 哎呀我這個小孩將來長大要幹什麼 你看整天想這個 你越想他好他越不會好 你可以試嘛 你不用去想就行 你的責任只是把他扶養長大 養成好習慣 將來會怎麼樣 那他的事 他這輩子有多到福氣 他就有多到福氣了 沒有沒有你也沒有辦法給他 你可以給他 但是只是給他一部分 你不能全部包了 只有辦法全部包了 沒有辦法 所以我們今天講到三代同堂 我們不要去講那些 什麼責任義務權利的問題 不要那是西方人的思想 我們只想那個福氣 我們家的福氣 是不是越來越多 不是說只在門上貼一個福 到處貼滿了福 貼滿房也貼一個 那就是福了 不是 福是你自己做出來的 是你自己積累成了 那怎麼辦 第一個 你要有造福鄉里的觀念 你要造福人群的觀念 就夠了 危害人家的事情絕對不能做 有意大教師軍 我能做 是我的好機會 是我的榮耀 那我還計較什麼 做了 他一定有福報 但是你不能去想他 你一想就表示你動機是壞的 是有貪念的 人一有貪你就得不到恭喜 我想就是各位可以自己去體會的東西 我去造福 他福自然會出來 我去求福報 我是永遠求不到 這樣各位才聽得懂 為什麼當年有個皇帝 他蓋了很多廟 然後達摩來以後 他就跟他吹 你看我帶多少廟 我有很多福氣吧 達摩說你沒有福 你沒有造福 為什麼 因為你腦筋裡面都想我要福報福報 你就沒有福報 因為那個動機已經是不散了 我們家人相處沒有利害關係 一有利害關係那個動機就不對 那就不只要一家人 一家人是沒有利害關係 沒有權利義務責任都沒有 只是誰能做誰就多做一點 大家為家庭 把這個福氣做大 這是我們共同的目標 如此而已 各位去看現在什麼教育概論什麼 從來沒有談這個東西 那是中國人自己的寶貝